一個人去洗澡 我都不行 一個人洗澡都不行 一個人洗澡 因為我們以前都會兩個人 一起洗澡 就是想說 而且我們會有那個浴缸 是透明的玻璃門 然後我就會留一些字給他 就會說 然後他洗澡之後 他就會回我說 然後他去拍戲的時候 我就一個人 我就看著那個玻璃 就 他是做婦科手術 然後那一天 陳真強也是早上先來陪我 要送我進手術室 但還沒有進去 他就要趕著去錄名謀出任務 所以我就自己進去 然後再出來 我就躺在床上發了一個訊息 人終究還是要一個人 對 哈囉 哈囉 錄影視的當然也是 說有事的沒事找事 歡迎收看 哈囉 妳有事嗎 耶 妳有事嗎 而且這是主持的動物 對 邊邊有人呢 獨來獨往的 他是覺得OK的 你可以嗎 我不行的 一個人過生日 太悲慘了吧 有一次跟我老婆吵架之後 還沒小孩 他就離家出走 多淒涼 你就一個人自己這樣拿著蛋糕 然後你有唱生日快樂 有 我有唱 然後我改歌詞 好可憐喔 但這個事情後來急轉直下 晚上11點的時候 我聽著聽著門鈴鐺 門鈴響了 然後我就推開門 沒有人 那顯然那個人 按完門鈴以後就跑掉了 對 然後旁邊鞋櫃放了一個蛋糕 然後一個紙條 然後別生氣了 哇 然後突然從那個 驚喜 旁邊那個逃生梯 他跟巨星登場一樣 打開逃生門 我回來了 玩樂妳的感情啊 他氣消了 很可愛耶 蠻好的 對 那我們今天這個 孤勇者 他們都來都往也很爽 對 來歡迎今天的孤勇者們 錄音姐 嗨 嗨 林山老師 嗨 嗨嗨嗨嗨嗨 嗨嗨嗨 我們的哈囉團 蘿莉塔 來一起我們的 好 不得了了 盧雲姐出新書了 恭喜 恭喜 謝謝 這個叫做 誰的 誰的 內心不是五勞七燒 誰的內心不是五勞七燒 這是一本健康醫療的書嗎 不是 這是一本 我覺得它是 人生立志心理書 這東西很貴 給對人是無價 給錯人 哎唷 一文不值 婚姻從來就不是 是九十分的犧牲加奉獻 那就是講你 唉唷 我很犧牲 很棒很棒 各大書局都有 已經三刷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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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這次的這個 僱傭者排行榜 是我們 OMO小姐姐 OMO是什麼意思 OMO就是有點OMG的意思 那妳對著鏡頭 也去講三次OMO看看 我們 窒息呢 現在是 小姐姐 對 這個調查 是我調查的 對... 網路上面的進行鋪天蓋地的調查 對 那這個是 上千人票選出來的 排行榜 要看出哪些行為呢 是妳自己一個人做的時候 會覺得 覺得冷 那趙莉亞先問窒息啦 我是一個沒有辦法 享受孤獨的人 不能一個人吃飯 不行 看見妳 不行 過生日 一個人洗澡都不行 一個人洗澡 因為我們以前都會 兩個人一起洗澡 就是想說 而且我們會有那個浴缸 是透明的玻璃門 然後我就會留一些字給他 就會說 今天妳很棒 今天加油 然後他洗澡之後 他就會回我說 謝謝我愛妳之類的 然後他去拍戲的時候 我就一個人 我就看著那個玻璃 哇 就 那就不洗了吧 對啊 還是會洗 但我的心裡就覺得 一個人好空虛喔 一個人看電影 會覺得很怪啦 尤其是看喜劇的時候 我超愛一個人看電影 對啊 然後一個人在那邊哈哈 然後哈完以後 就哭了 可以讓你哭了吧 對 來 我們來揭曉 那個排行榜前五名 我們先從第五名開始好了 來 Top5是什麼呢 一個人 住飯店 住飯店 這個我覺得還好吧 妳覺得可以 我跟你講 其實你們剛剛以上講的 所有事情 我都可以一個人做耶 真的喔 真的真的 我發現喔 一個人去住飯店 飯店業者會比較害怕 因為呢 我自己的經驗是 我也是跟我老公吵架 然後我就離家出走 我其實很享受離家出走 因為我覺得很爽喔 可以一個人去住飯店 你知道嗎 然後可以去酒吧 可以去游泳池 不是很好 為了享受這種快感的 都還故意走這樣 故意走 然後像我有一次 就是去飯店 然後呢 我就找了我的閨蜜來 那我閨蜜 就兩三個晚上 我們就在飯店裡面 在房間 她就聊天啊 喝一點小酒這樣 對 然後喝完之後 那閨蜜就回家 而且酒瓶都不用收 就丟在那裡 都不用管對不對 對 然後呢 好閨蜜就回家了 那我隔天早上就睡覺嘛 又想好不容易 終於沒有人吵 我跟你講 大概從十一點開始 電話就來囉 就是房間的電話 然後就樓下跪他 浩姐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 你房間需要打掃嗎 我說不用謝謝 電話掛掉 再過一個小時 浩姐請問一下 你房間需要補備品嗎 我說不用謝謝 再掛掉 過一會又打來囉 浩姐現在已經下午了 你需不需要叫那個 房間服務 然後叫裝飾 我說 後來我就知道 我就說 不好意思 麻煩你們不要再打電話上來 我沒有要自殺 我一直跟我老公吵了個架 然後呢 我想要好好睡覺 睡到下午 明天我中午十一點 你會退房切靠 可以嗎 然後他們就再也沒有打電話 你就一路住的時候 自己寫一個不自殺聲明 貼在房間的門口 我還有呼吸 對 不要來吵我 我沒有鑰匙 我之前住的那個地方太爛了 這個老公寓 然後他們那個整個水管重修 然後重修的話 就是每天會 要兩三天 然後重修不打緊 你沒辦法用水 那我當時想說 那我乾脆出去外面住好了 那要住哪裡呢 就自己一個人住真的很尬 不想要住哪裡 結果我朋友剛好有一個 他在南投訂了一個飯店 是 聽說是南投最難訂的Fila 然後連蔡依林跟周杰仁都去 他就聽說牛棉埔裡 那超難訂耶 然後他一個晚上要一萬二一萬三 然後他說他跟他女朋友定 是定那種情侶的雙人房 那他們分手了 他們就沒去了 兄弟問我說那你要不要去 然後剛好我家裡用那個裝修 然後就好吧就去 我就自己開車過去這樣 一開始我很擔心說會不會很無聊 但是我走進去我傻了你知道嗎 我一看到他那個外面 他整個就像峇里島一樣 對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推了一個小型蜜蜜蜜 好美 然後他這個泳池是無邊際泳池 那天是平日完全沒有人 我等於是一個人包場 重點是他下午呢 你中午check in完之後 他到四點之前有一個 HAPPY TIME時間 就是 可以喝酒 酒喝到飽 我就在那邊喝喝喝 喝得超開心 然後腳在泡到水裡面 超好玩 我去年跨年去 還放煙火咧 對 他在那邊很漂亮 然後我就進去房間裡 哇 驚呆 我那個房間 房間是雙人房間 然後裡面超級漂亮 設施也超好 你這整個跟一個人住沒有關係 你在炫富吧 對啊 為什麼聽起來你單純在炫耀 我只是想 還強調說一碗一萬多塊 然後很難定耶 很難定 對啊 周杰倫跟蔡依林也住過 你去過就發現說 哇 要富養自己 要對自己好一點你知道嗎 就是在那邊就覺得 是這樣嗎 生活很輕鬆 一個人圓圓圓 也可以這麼舒服 主觀晚餐 然後自己在那邊游泳 那是一個人誰幫你拍的 我自己駕腳架 這個怎麼講 我駕腳架 我駕腳架 你一定有叫人 沒有 我就叫服務生或是自己駕腳架 對 屋子本身被蘿莉塔 強烈的質疑 對啊 我覺得 不是 因為我覺得整個聽起來 你就是跟一個人沒有關係 你只是想要強調說 你有錢去住那種 豪華的飯店 對 就是 一個人付這個錢沒有關係 哈囉團也會內訓喔 來 故意嗎 請就位 來 想噴別人 搞到自己被噴 3 2 1 好 而且 而且這地方真的是 餐點是好吃 好想去喔 我之前也有一次太忙 沒有休假 然後好不然我放一天假期 那時候我單身 然後我就想說我要委出國 那時候就去台北 那時候也是買新開的那個 W Hotel 然後想說我要自己一個人 就是享受度假的感覺 我就去那邊 然後在酒吧喝了酒 早上去泡泳池 那時候我真的覺得 一個人滿好的 來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討論呢 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 給我們意見 想看更多精采內容 請點選旁邊的影片 lie文 多數、很快 很棒 你oda 好